首先我们请我们的Lily来给大家分享 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谢毕特老师提供给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大家互相学习 那我是Lily 我呢有一个七岁的女儿 两年前我带她一起来到西雅图居住 那么她来的时候呢 她的中文听说已经完全是没有问题了 自证腔圆的 那么我还是照常延续在中国的这个习惯呢 每天晚上给她讲中文故事 但是后来我发现随着她 英文听说读能力的迅速提升 她的中文越来越退步了 有的时候她想找一个东西 她说一个名字 可是我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然后她用英文说 我的英文确实也还不怎么样 所以我们两个经常有的时候非常抓狂 后来因为我在一所中英文学校去上班 做一名中文老师 所以我也开始关注中文教育 我才发现 哇要学好中文 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奥的一门功课 所以从去年开始吧 我也开始接触大家 各位家长接触的 比如说像双方中文 四五快读 包括山明老师的中华资金的讲座 我也去听 那么我在中国2003年的时候 我们学校曾经引进过中华资金 因为没有很系统的去使用这套教材 我们坚持了一年左右就放弃了 所以我对那个始终有点畏惧感 那么后来非常机缘巧合的 我看到毕端老师在网上分享的 关于同乐中文的教育理念 我非常的认同 而且我真的非常敬佩她 人到中年能有这样的勇气 去传播中国文化 去传授中国课程 而且我非常认同她的理念 是先语言文化后识字 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 所以我就带女儿参加了她去年第一期的 一年级的课程 那么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7月份到7月份为止 大概是三个学期的课 我们跟着毕端老师一起读了 大学中庸 听了评书 西游记 还有原版的西游记 还有唐宋明家 这样的一些评书 毕端老师的课呢 他主要是以读经典 还有就是用PPT讲解文化常识 一些典故 中间还会穿插小的游戏 那么可以说是动静交替 生动活泼 我女儿刚开始参加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兴趣的 那么因为去年呢 我们家住在北边 我每次来上课的时候 单趟这个车程呢 就要在高速上就要开40分钟 然后平时我工作也挺忙的 所以回到家 大概晚上都要7点半左右 我还要做饭吃饭 还有他因为是去年刚上一年级 有一些英文阅读 其他的作业 加上钢琴 我们还有15分钟到3分钟 读经典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家庭作业 所以总感觉时间不够用 后来我女儿也开始有一些情绪了 在晚上读经典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急忙向这个毕桃老师求教 因为她的女儿和儿子 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过程 我依旧记得她那次跟我们的常聊 后来她把我们家长的困惑呢 都写成了一封长信 又发给了我们 她说一定要润物细语生 把读经典和听评书当作生活背景 把它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 抓住你一天当中的这个边角料的时间 那么我细细的琢磨了她这封信以后呢 就重新调整了我的作息和一些策略 可以说从那次以后呢 我女儿这个学习中文 读经典和听评书 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那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每天早上她起床的时候 我去把我的电脑搬到她的房间里 用听经典的这个音频唤醒她 那么她赖床睡醒 然后自己穿衣服的这个过程 然后等她醒了进到洗手间洗漱的时候 我又把那个电脑搬到洗手间 当然然后她做她的 然后我就去忙我的做早餐呀 等等做这样的事情 我没有要求她一定要去听 所以她大部分的时候 是很被动的去接受这样的音频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读经典的都是 我只读一遍 她跟着只读 但是后来有一天慢慢发现 她自己可以一口气只读到 我们还没有学的段落 她自己也很惊讶 她说妈妈 我也许还可以把下一段读完 我说你试试 结果她真的就可以做到 因为这样呢 她后来每次去上毕童老师的课呢 她就非常的急急 为什么 因为她预习过了 她有印象 然后她很有成就感 这样呢 我们一早一晚的这样一个配合呢 她晚上的读经典就比以前顺利很多了 那么 接下来 听评书 后来我们这个年初 我们就搬回了Bellville 我也自己开始开车上下班 送她上学 送她上课外班等等 那么我算一下 大概在车上的时间 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 就是一天的这个时间 累加起来 我主要呢 就把听评书这个任务 放在了车上 只要一上车 那个音频就转换成听评书 那么刚开始 我们是听这个 山天方老师的这个西游记 听评书 我女儿很快就被这个西游记所吸引了 然后经常都是 我们到了地方 行不行 让我听完这一集 我再下去 就是这样 后来有的时候 在家里呢 玩玩去的时候呢 我也会把那个背景 换成这个评书 她玩着玩着 就自己跑到沙发那里 去坐着去听评书去了 就忘记了她刚才做的事情 那段时间 我就发现 她的词汇量 进步非常大 有的时候她 她让我帮她挑饭里的那个葱啊 我说 我看不见 眼神不好 她说妈妈 你肉眼凡胎 然后 有的时候呢 我找她帮个忙 她说 小菜米铁 我们有时候全家人打扫卫生 还没开始干 她就 我已经腰酸背疼了 还有 有一次她的小朋友到家里来 看上她一块小橡皮 就想要 然后她呢 就过来说 妈妈 这个小朋友想要我的小橡皮 我说 这是你的东西 你自己决定 然后她做出一副 很难决的样子 最后说 那我就认痛割爱 送给她 还有一次 其实对我们大人来说 并不是很惊奇的东西 但是她说 哇 真的是天灾难逢啊 我觉得 在我们之前 我是没有办法想象 她可以用这么多的 这样一个文化短影 来表达她的这个生活 所以后来呢 我们 很快就超过了 这个听评书 很快就超过了 毕丹老师 每周布置的这个作业 听完了一句 毕丹老师 就鼓励我们 听原文 西游记原文 我刚开始 在车上一换成西游记原文 她就说 妈妈你放了什么 我都听不懂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 这是西游记的另外一个版本 那你听不懂没关系 让我们试试 然后妈妈也想听听 跟之前有什么不同 那么也就试一试的态度 这样一来二去 因为这个故事的内容 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 一个是古文体系 一个是白话文体系 所以呢 她慢慢慢慢也就喜欢上了 就跟第一个听 那个评书的那个 感觉是一样的 也是要求 不行 这集没听完 就下车 实在是难受 就这样呢 我们也很快 听完了那个白话文 就是听完了那个原文的西游记 后来那个毕丹老师在课堂上 开了一段小的听力课 她选择一段小故事 让小朋友去听 听了以后呢 来回答 现场回答一些问题 我就发现 我女儿的听力 有很大的进步 因为她基本上 每次问题 她都能够答对 那么后来 我们听那个唐宋明家 唐宋明家的这个故事呢 她是一个一个介绍不同的人 所以不像西游记那样 非常有连续 所以她也不太有兴趣 那我就 有的时候她就说 妈妈 我 你刚放的什么 我都没听 我说没关系 没关系 你玩你的 你看你的书 你不听没关系 我说妈妈妈听听 这样 其实呢 她虽然在玩 虽然在做别的事情 但是那个 她的头脑像海绵一样 不断的在吸收这些信息 后来她也自然而然的 就接受了这个 听这个唐宋明家 这个典故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事实 这次暑假我们回 回中国 然后有一天她听到 那个她的小表弟说 嘿老头子什么什么 她说 她马上转过来 对我说 妈妈 我知道这个老头子 是什么意思 老就是老人的老是 尊诚 头是人之手 子呢 是因为我们古代 很多很多大学问家 都是子打子的名字 我说 哎呀 我说你真的解释的很好 其实这个就是来源于 这个毕头老师 在课堂上讲过 而且呢 我们在这个 唐宋明家 那个唐朝世人 王之焕的典故 写的是 梁州辞 那个典故里面的 讲的是那个 季晓兰和皇帝老儿 之间的一个故事 所以他就非常乐意去 这个这个 去分享自己这样的一个故事 后来跟他的小表弟一起 是经常想起来就讲讲 那么我们从中国回来以后呢 因为拉了好多功课 没有连续的听 所以我们回来又恢复了 正常的生活 这两天 我在车上一放那些 唐宋明家的古诗 还听到了 昨天听到那个 贺志章的永柳 一放起来 碧玉装成一树膏 他马上就接 万条垂下绿丝 他 不知西野谁才出 二月 二月 春风刺剪刀 对 然后非常得意 他觉得自己看 我现在还记得 就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其实 到现在为止呢 才短短的一年时间 我们跟着毕丹老师学习 那么我非常感谢他 让我们其实熟了很多 少躲了很多的弯路 语言学习呢 是一个非常 漫长的过程 需要一点点的去积累 那么 我们现在刚刚才起步 距离 毕丹老师说的 五年一大城 还有远远的一段路要走 不过我相信呢 不积 不 不积 回目 不以至千里 不积 小流 不以至 成江海 对 所以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能够一起走在 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 也期待我们新学期 能够一起跟着 毕丹老师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